五股路易里关怀据点每个月都会定期的举办共餐活动 然而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共餐里面的美味佳肴 都是由参加的民众所提供的 一样说届时让长辈们走出户外享受美食 而且还能够透过这场聚会增进友谊的情感交流 五股路易里关怀据点每个月14号都会举办共餐活动 由前来参加的民众每户提供一道菜 由于住在这里的民众大都是眷村改建时的住户 每一位都拥有不同家乡口味的拿手厨艺 在这天端上桌面与大家互相分享 我们的共餐方法跟别的地方共餐方法不同 我们是由来这边用餐的人一户出一道菜 有人出两道菜三道菜都是自己最喜欢的 家里家乡菜这样子 最主要是说让他们都走出来 走出来大家彼此互相关心互相照顾 只有这样的共餐聚会大伙除了可以讨论厨艺之外 也会相互问候说说心底话 住户间的情感也随之深厚 有时谁没到场大家也会互相关怀 我们社区比较特别是集中型社区 也是退休型社区 最重要是老人化社区 所以说大家走出来彼此关心彼此照顾 因为现在我们不像别的大楼都要关闭在自己家里面 走出来对个人也好对小孩也好 为什么对小孩好 小孩可以安心上班 不用担心家里的老人家没有人关心到这样子 里长表示共餐就是鼓励长者多多走出家门 不要独自封闭在家 共同参与社区活动 对他们身心健康都是有帮助的 也让在外打拼的孩子们 能够不必担心长者在家生活 安心工作 记者在五谷采访报道